喂 妈 早晨是 快知道来看你妈呀 昨晚喝挺好呗 啊 哦 那个挺好挺好 好个屁 那大半夜怎么还把那女邻居 整家里喝酒了 你到底要干啥呀你 妈 那我不喝一感谢一下吗 你再说了 我就请她吃个小龙虾 也没别的 为你大半夜感谢呀 妈还得整家里来感谢 咋的那卫生间藏娇的事 整上瘾了 你误会了 你真误会了 你别听秀姨可能 刚刚天要加速的瞎说我 那秀姨不也大半夜 就借着送样品 跑我家推销她外小女的吗 我说不说她是我的事 你再有她大半夜不去 能知道你跟女邻居 喝酒的事啊 你跟人熟不熟问 你就整家里喝酒了 妈 真是 那喝酒那都是赶上的 小插曲小插曲 小插曲行吗 你可拉倒吧 还小插曲 那感谢也感谢过了 那李也送过了 你这哪是小插曲啊 你这是连续剧啊 没有 妈 真啥也没有 你别往别的地方想行吗 儿子 咱这么大了 咱做事能不能靠谱点啊 整的含糊不清 整的小田 还在黑龙江等你呢 你要不是跟人说清楚 你这整的现在半落不落的 完全大秀上外甥女 垫着跟你联系呢 你好家伙 又整个女邻居 你这倒啥事啊 你这一天呢 乱七八糟 妈 你不管是甜甜 还是说 秀儒姨那外甥女 还是那女邻居 都没事啊 不那事还不少啊 那早晨我就接到电话了 那小田跟我哭一早上 说看到什么那个 你跟女邻居喝酒呢 视频了大半夜的 哎呀 心里呀 哎呀 可能知道 他妈 你说他哭什么劲啊 那我又没咋地他 你这都废话 甜甜对你啥心思 你自己心里没输啊 哎呦 妈 我知道 我知道 有什么用啊 我对他没那心思啊 你可气死我吧 妈 你别生气行吗 我就怕 你给你倒点水 哎 你拉着我 你这一天 你少气 我比啥都强 你快滚一点 我去看你 我就来气 别要滚 快去脏 你脏一点 赶紧 滚滚 这在我眼前出现 哎呦 滚了啊 妈 等我 哎 滚回来 滚的有点远回不来了 小兔子 妈你不生气了 儿子 老大不小了 这有点正事吧 你这不管是事业上 还是生活上 咱做事得有点分寸呢 我知道 妈我心里有数 你得相信你儿子啊 妈信你 妈能不信自己儿子吗 妈是挺心疼的小甜 你说现在是找找妈妈了 母女也团聚了 对不对 但是不代表将来不回来啊 你就不能好好对她呢 妈 你这世上事都这样 哪来就那么多 悲欢离合的故事 是吧 所以说妈赶上去事吧 你不能强求 随你自然的行吗 行不行 是其自然的 我也管不了你 别对妈 你管我呀 妈你忘了你都好一个月 没有打我了 你咋提起 你是不是啊 你还想欠揍 那你提起你别让我这来 你上你二叔呢 让你二叔找个私家 给你称称积 那别再 那还不如 你咋回家 行啊 买正事了啊 晚上必安排事 妈 晚上有个饭局准备带你去 有个饭局 啥女儿 我想给你介绍几个叔叔阿姨 跟你这个行业大概有关的 反正将来呀 你们之间有可能有个座 哎呀 老妈你又给我弯道超车吗 弯道超车倒不可怕 你别给我超速就行 好好干 你听见没有 哎 儿子准命 老妈 你这个 一天没点正行 妈 我下午那个 我整一下 我帅气的发型 我带你相亲去 你还整发型 赶紧忙正事去吧 行 妈 那晚上 我过来接你啊 嗯 去吧 哎 好了妈 再见 哎呦 我天 吵了你们啊 啥体格啊 还东北大汉呢 练得不到半小时 这群续的 太完蛋了 哎呀 二叔 你说你这一冬天没练了 你开车 不得开始循序渐进的吗 我跟你少找理由 少找结果 你看看你爸 我哥每天10公里 我哥又没养 又没假 人家多练是不是有效果 你可好 又养又假的 二叔 他不抓你练 你说那是我爸呢 我爸比我优秀呢 肯定的 再说了 二叔啊 你看这胖的也行 然后羊和假 他也躲过去了 那看来 这吃太水 你管用呗 那必须的 哎呦 少默妹 来了 哎呀 哈喽 少默姐姐 我是精明 你找谁 你找谁的 我真 我累个 你别开我玩笑 行不行啊 小孩 我咋干嘛 都是看着你呢 我这最近 是不是捧着咋的 回头再找着看一看 哈哈 不搞事啊 你俩 你俩还真是那 啊 我邻居 机缘巧合下 他俩在干嘛认识 我大姐是哈 你俩都住 那困难那小区域 嗯 我侄儿 这是我侄儿 你这跟哪个论你侄儿 他是我亲小哥的 我亲大侄儿 嗯 嗯 你冒昧了哈 小鼻孩 以后咱俩 差了倍了 哎 小哥 你今天找我来干啥 是李渭的事不 对 是这事呢 我猜您就得为了他的事 谈别的啊 可以 就是孩子的事 面谈 你说他这些年 他管过孩子吗 哥你是明白人 咱俩这么多年 我俩过的啥日子 你是看在眼里的 是 其实 你俩这个事我都知道 李渭 年轻就琢磨 他不就是琢磨 好好日子不过 你可能也嫌淡 现在后悔了吗 他也 确实也有所改变 因为找我这些次 对你还是 有这份情 我跟你说 哥啊 这事绝对不能赢 我跟他就离婚 四年了 没离婚之前 你说他管过孩子吗 他经过父亲的责任吗 现在孩子大了 想接孩子了 想复婚 门都没有 跟你讲 其实别好 妹妹 老话说好吗 宁猜十多妙 不猜都婚 其实 小李他找我好几次了 我 哎呀 我也想跟你们 真心搓恶搓合 都不容易 你说我俩个事 你也内少靠近 以前一打架呢 最早 挺和嫂子来听你 但是我回想 以前那些日子啊 就像做噩梦一样 简直无法选择 他说他改了 晚了 我跟他情谊 也很厉害 刚哥他知道 这一年真的是不容易 又照顾孩子 做生意 还把小李那天钱给还了 其实从大哥的感觉 其实妹妹 都挺爷爷们的 天下我就想跟孩子好好过日 行 不提了 有点别的 今年那个生意感觉 做还不错 可不吗 没有他做了 这不一门心 就本事业呗 那你也不能一直这样 毕竟还年轻 以后遇见好的 咱该早还得早啊 小李 不考虑了 但是 你想要啥样 跟他做 哥帮你琢磨琢磨 不琢磨琢 他找啥 还不想找 还带着孩子 不知道 哎 那个 姐啊 你说你要找个 比你小的 你能愿意吗 小弟孩 那个瞎闹 哎 切 我是瞎闹呢 我刚才不看你难过 然后我喝酒 我逗我大姐笑笑呢 再说我也不敢争扰你呀 哎 这个那个姐 你今天到底多大呀 啥孩子 哪有我女孩年龄的 懂事不懂事 边去 没事 你姐我八九年了 比你二十五小六岁 行不 嗯 娘 病啊 比你大十一岁呢 别想 什么玩意 别想 压根我也没想过呀 妈呀 走善当事吧 走 你爱 稍后 赶快去锻炼 好好好 不过长得真年轻 我以前妈 就觉得你妈是同类人那种 醉点轻 嗯 我今天一家的老妹 妈真点轻 哈哈 雷哥 其实 你只要没有闹心事呢 你说谁不真轻 是不是 那也对 嗯 雷哥你今天多大 嗯 我不告诉你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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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